我觉得我很好 你觉得这个词非常好了吗 已经到达巅峰了吗 我觉得我很好 你已经是rapper的天花板了吗 我觉得我很好 丁老师就是我刚才想跟你说的就是 除了这首歌以外还有很多歌 就其他歌的歌词我觉得我写得很好 比如Life Struggle 对这样子歌 然后大家也非常的有共鸣 所以我觉得只针对这个歌词的话 就觉得还是矮了 什么是好歌词啊 我记得应该身边的一个很厉害的创作人 给我讲一句话说 真正的好歌词就是 你觉得它非常厉害 可是你却写不出来 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一个定义 他应该说的就是 情理之中且意料之外 那么今天娃娃这首词 在我看来是情理之中意料之中 就没有任何惊喜 所以娃娃你觉得这首歌 你觉得没有进步空间了吗 有啊有啊 是的当然是有的 如果有进步空间的话 你要接受所有的批课 我们坐在这里 可以夸你 说你好说你特别好 但是与你无异 我现在说的 我所有的观点都是说 老师们不要一直去针对 歌词上面去说事 对 我现在只是一直在说这个观点 单纯从舞台这个角度来讲的话 这个词有没有进步空间 一定是有的吧 我觉得我很好 你觉得这个词非常好了吗 已经到达巅峰了吗 我觉得我很好 你已经是rapper的天花板了吗 我觉得我很好 那就好了 我觉得无所谓 那我们夸你就好了 特别好英雄 那我们告诉你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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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